福哥 咱俩就是正常对攻这么打 不定点的 不定点的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 不定点的球 大家如果这么打 打不定点 不用这么快 就正常一点 正常的速度就行 正常的速度就行 看一下 大家看 如果不定点 按照这个快速还原的方式 你看 我再去还原的过程 球过来了 我再去做这个动作 你再去出手 你都没有时间去立动 不定点 都没有时间 所以说 大家记住 打单线 跟打不定点的 还原节奏 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 怎么打不定点 怎么还原 大家看 我刚才给大家讲的是 我快速还原 我去打不定点 那我手在还原的过程 球过来 我一还原 球过来了 在正手的话 我掏过来 这个时候手上 你是憋不上劲的 你也蓄不上力的 球过来以后 你已经慢了 大家再看一下 你看 就会很急促 哎呀 就这种感觉 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还原太快 打不定点的时候 千万不能还原太快 因为你 为什么你慢呢 你看你还原挺快 为啥你慢呢 因为什么 因为你看 他你做了一个动作 你又做了一个动作 而且你还没蓄上力 就等于你做了两个动作 你去打这一个球 你肯定是慢的呀 因为你还原快了 球没说这球给你反手 你还原这么快 又给到你正手 你又再做一个动作 就比如说你做两个动作 你怎么可能快呢 你怎么可能来得及呢 没错 对不对 这不像是定点的 对吧 而且大家你们可以做一下这个动作 打完立马回来 球过来了 直接顺势赶紧掏过来 再去打 你会觉得你的手是僵的 你没有时间蓄力 没有时间看球 你是等于糊润了一把 看着球赶紧糊润了一把 你是没有感觉的 是不是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一碰到不定点的球的时候 赶紧就是糊润一下 对 你是没有说带着这种感觉 你看 你看我正常打 你看 我这带着这 你看我是什么 有时间 有感觉 时间就是这个 很什么 很自如的感觉 是不是 为啥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 你看 我在打完这一下的时候 我别着急回来 我别着急回来 我让他有一个停顿 这个停顿干嘛呢 啪 停完以后 我们进行一个 停顿了 然后呢 手是慢慢松下来 松下来干嘛 我们看着对方 如果说 打完以后 放松下来以后 对方是正手 你看啊 是正手 球你看啊 正手 我直接转到正手 我是不是只做了半个还原的动作 而不是还过来 再拿过来 再蓄力 我是不是就是 我做了一个动作 这个是做了两个动作 还没蓄上力 我这个 我做这个拉手的动作的时候 我就把力蓄上了 同样一个拉手动作 这个时间把力也蓄上了 是不是会更快呢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 你看 非常清晰 其实我放慢一点回来 反倒是我更简洁 我掏得很快的去回来 反倒是我多做了好多个步骤 而且并没有时间去打这个球 对 原来如此 是是是 所以大家就是多来 多来能听到这个正确的 不一样的 对吧 大家点点关注 对吧 点点关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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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